上海疫情持续蔓延,中国仍坚持动态轻盈的防疫政策 原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副院长六小辉表示 近日非染疫但额外死亡的信息不断增加 抗疫的次生灾害已经远远超过Omicron自身的伤害 呼吁调整策略 抗击疫情必须科学第一,不要一条道而走到黑 他并公开质疑中国传染病专家吴尊友和良万年,不要继续误导14亿人民 六小辉是已退休的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副院长 他上周曾撰文呼吁关注疫情下的额外死亡率,倡议居家隔离 近日上海持续传出有人因封控,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逝世的消息 六在在社交平台指出,自己是具有42年3个月党龄的老传染病专家 近日每天都处于焦虑中,每天都尽一己之力帮助身边的人 工作量远远大于正常上班的日子 他指出,浦东居家风控进入第16天,比病毒两个最长潜伏期14天多两天 浦西进入第11天,也比一个最长潜伏期7天长了4天 而近三天每日新增都超过2万,完全突破传染病传播和盐控下的时空规律 他续指,17万感染者仅一例死亡,重症不少是年迈患者 死亡人数会增加,但绝对不会超过感染者的千分之一 最近传来的额外死亡信息不断增加,质疑究竟是不思考和分析 还是思考和分析过了,不能传递事实,并尽快调整防疫策略 我们为什么从上而下的领导和自媒体都改着躺平说事 哪个专业人士建议过躺平 我是一位极端爱党爱祖国者 可每当我发出一点科学的声音,即使有一些瑕疵 立即就被通知违规而删除了 相反那些故意翻译错误,刻薄谩骂医学专家 故意偷换概念,非专业人士收集一堆撕裂的数据 古人,空喊口号而无任何实质性建议的文章,却从来不被删除 他表示,他呼吁抗击疫情必须政治、科学、民生、政治、经济和国际影响通盘考虑 科学第一,没有这个就没有其他,没有科学,何谈民生 六小灰病叫板,呼唤掌握话语俱全的吴尊友和梁万年 你们做过医生们吗?看过一个病人吗? 我要裹挟张文宏医生一起与你们俩隔空PK,话题,额外死亡和清零及其他所有 你们俩有本事清零了,我对着14亿人割腕谢罪 Omicron还在,倘若他滚了,Ukraine或Neunkron还会再来 请不要继续误导,从第一到最后一个的14亿人了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最新数据,2022年4月14日 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00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9872例 4月13日,财新网发表文章提为上海、广州等巴士成为疫情防供措施优化 试点城市,探索缩短重点人群隔离时间 文章说,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选择上海、广州等8个城市作为试点 4月11日启动,为期4周,措施主要是对入境人员、密接接触者的隔离时间缩短 及封控区和管控区的解封标准放宽 不过,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甚至一些其他网站的转载也未能倖免 同日,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多家中国官媒集体喊话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 再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要克服麻痹思想、厌占情绪、侥幸亲密、松静清态 防疫当以民生为重 这方面中国还需要更加努力上海疫情暴露的问题 在舆论场引发了强烈共鸣 这座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商业城市,现正陷入平摆状态 国际商家担忧失去可能给产业链稳定带来冲击 而中国人,特别是被封控在这座城市中的两千多万市民 除了担心疫情扩散对经济的影响 更关心眼前急需的食品供应与应急医疗等基本民生问题 和西方在病毒面前躺平不同 中国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 也更能彰显中国社会价值与政治动员能力的防疫道路动态清零 这种防疫模式使中国在过去两年成为国际疫情防控的优等生 当世界多数国家在疫情折磨中苦熬的时候 中国成为了唯一一个有效控制住疫情蜿蜒传播的大国 经济发展一枝独秀 中共也巧妙而不失时机的将此转化为民众对自身的政治支持与制度自信 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是动态清零的支持者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核心团队 上海疫情爆发后 当放开和清零两种声音争吵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中国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在4月13日再次明确表示 中国要继续坚持走动态清零道路 考虑到中国本就紧张有限的医疗资源 而且还有超过5000万以上的老年人与数目不详的低龄儿童 还没有接种疫苗 一旦放开管制 必然会导致医疗资源被挤兑 出现大量死亡案例 届时不仅可能酿成社会政治事件 影响到今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议程 中共二十大 还可能出现比西方更严重的人道危机 所以至少在今年下半年二十大召开之前 中国继续坚持动态清零 有其可以自洽的道理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坚持动态清零同时 将防控成本与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避免各种层层加码的一刀切动作冲击经济民生 降低因疫情防控产生的次生灾害 并且要为受疫情影响严重 生产生活出现困难的民众 与中小微企业提供财政帮助 帮他们度过眼前难关 并对未来建立一个积极预期 在这几个应该尽量避免或努力做好的经济民生领域 坦率说目前中国做的距离民众的理想状态 还有很大差距 而且已经成为社会民众怨气累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海疫情风控期民间情绪的激烈冲撞 就能反映出这个怨气已经积累到何种程度 能在病毒围攻下坚持三年时间精深不破 把中国打造成国际疫情危机下的一个安全道 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奇迹 但是大家也要认识到 这个奇迹是建立在14亿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 与自我牺牲上的 是他们愿意为疫情防控牺牲小我 愿意为社会公共目标放弃生活舒适与个人自由 并承担一定防疫成本 才有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防疫成果 人民的自律奉献与牺牲 是中国防疫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但是同样是这群的人民 有很多人现在的生产生活正因疫情防控陷入困境 而原本应发挥救助作用的政府财政 却未能如约发力 经过三年消耗 不少家庭个人的积蓄现在已经被货就要被掏空 而且持续的疫情风控 也使得很多人的心意出现微妙变化 人们变得更加焦躁易怒 更不愿遵循政府约束 所以在接下来至少半年的疫情防控中 如何采取更有效方式提振经济 维护民生 让受疫情影响严重 生产生活出现困难的民众与中小微企业 能尽快享受到国家财政帮助 安抚好社会焦虑情绪 是一个对政府当局来说非常紧迫 非常有挑战的工作 一个需要防范的危险可能是 如果民众在此期间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眼看着多年经营积累的家底 被逐渐掏空还看不到镜头 他们的想法可能会逐渐改变 如果这样的话 原本中国因防疫成功所积累的体制信仰 与支持动态清明的群众基础 就会被动摇乃至消失 这绝非中共所乐见的场景 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开始露出苗头 所以搞好经济民生 是中共当前必须更加重视 投入更多政府资源去做好的工作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 除了在危机时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管制能力 还在于能摆脱资本支配 在价值情怀上能站在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与立场决策形势 在公共政策上能体现对普罗大众的关爱 中国是疫情防控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到第一位 已经体现了这个制度的独特优势与价值意识 在对经济民生的救助上 人们也期待它可以更有作为 当然从长远来看 在新冠病毒注定已经要与人类长期共存的情况下 中国还是需要在动态清明之外 找到一种更好的低成本防疫模式 中国防疫不能往西市躺平与轮流封城两个极端走 而是要继续寻找更有效 更能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民生的防疫道路 不要因为一城一地失败而放弃努力尝试 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探索更有效的防疫模式